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部分 一樣把它放在最新消息裡面 所以前幾次的上課其實都有錄影下來 今天的話等於是錄影的上課第12次上課 所以第11次上課的部分的話 就是針對高速公路的違規案件 交通部有提供了相關的統計資料 它是放在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裡面的交通違規 它是高速公路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交通部其實在一些統計分析資料上面的提供 我是覺得這已經做得還蠻好的 雖然台灣的交通目前來看其實是非常被詬病的 它之前有那個行人地獄 然後還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我是覺得如果有新慢慢改變 其實它會變得更好 那我們是針對上個禮拜 我們是針對高速公路裡面的交通違規的相關項目 那我們當然有兩個部分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怎麼樣取得這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要如何針對取得的資料去做一個視覺化資料 也就是說因為你資料取得之後 那假如你直接看數據 所以大家也是看得懂 只是說相對的比起那個像折線圖比起來的話 相對的其實沒有那麼的友善吧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如何取得那個資料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如何讓這個資料 比較容易解讀的這種呈現方式 就是視覺化 像我們最後是繪製那個折線圖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我基本上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有兩個嘛 一個是高速公路 那我是針對高速公路資料取得之後 然後呢再把它繪製成那個就是折線圖 那當然看你取得幾個欄位 你就畫幾個圖 那因為呢我這邊總共有取得 針對我比較有興趣的 是像那個高速公路超速吧 OK 然後還有酒駕 還有任意變換車道 還有未保持行車距離 總共四個項目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從110年 我們不要抓太 大家提供的資料好像滿總 民國七八十年前資料都有 不過因為資料太龐大了 所以我就抓比較近期的 從110年1月開始 那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110年1月開始之後 這個超速的按鍵呢 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OK 那我當然我這邊呢 就第一個 當然一定要把超速這個資料取得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它圖給畫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上禮拜主要是 做完這一件 當然你畫圖喔 如果你一個一個自己慢慢畫 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是仿照那個之前的那個外匯資料 總共十個外匯資料 然後畫十個圖 那我們就不圖法煉鋼 如果我想要快速的把這十個圖 給繪製出來的話 那所以上個禮拜應該 重點應該是擺在這兩個 一個是取得資料 一個是那個繪製折線圖 那取得資料的方式喔 上個禮拜其實還是用最傳統的方法 就是複製貼上 不過呢 如果你是複製貼上的話 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將來 假設你的資料喔 會需要變動 或者是說你的資料其實非常龐大 那如果你假設每次都是 用複製貼上的方法 那其實當然沒有效率喔 那為了讓這個工作更有效率喔 所以我希望喔 這個部分我們重點有兩個啦 第一個就是如果快速的把資料抓取下來 所以這邊我會有一個 程式是一個按鈕叫下載 那這個下載的按鈕就是按下 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這邊的資料做更新 那當然呢 我先把這個資料先刪掉 不過下載程式裡面本身就有 已經有那個 這個清除的程式喔 不過我把它點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按下下載 自動幫我把資料下載下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到喔 它就會自動去把資料下載 那我看一下這個程式好像有個bug喔 它說這個 這個地方有出錯 那以後啦 我是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假設程式喔 一般如果出錯的話 我是建議喔 各位可以改一個一個數字 就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下載的程式喔 基本上是模擬一個瀏覽器 在我們的電腦背後開啟 那一樣的動作 如果說假設我今天給它一個網址 它要連過去的時候需要時間 然後我這邊等待時間是給三秒鐘的喔 但如果你假設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這個是有錯誤喔 如果有錯誤發生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秒數喔 增加一下 比如說三秒太短 你可以把它改成五秒喔 那跑一下應該 或甚至讓它停一下 其實因為 為什麼會有錯誤訊息 因為它的網頁還沒載入成功 你就去抓資料 很容易抓不到 我發現好像大部分同學 遇到的問題喔 都是因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下載的時候 有沒有把秒數增加 不過秒數增加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停的時間比較久 它會等一下 等到網頁下載了 再去把資料抓下來 那所以呢 我會希望說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練習喔 稍微更完備一下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 稍微一樣熟悉一下 交通部的那個統計查詢網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交通違規事項 那我基本上是抓 我自己覺得喔 當然如果你自己有別的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其他的相關訊息 你也可以改一下 我是針對什麼超速 酒駕齁 然後還有什麼 未保持安全距離 還有任意變換車道 然後取得資料期間的話 我這邊是有修改 那特別注意喔 它預設是79年 79年其實太早之前 其實這個79年 那所以資料會列滿多的 那我乾脆把它改一下 我先把它改成110 110 110年吧 OK 110年1月 那它有個地方一定要改 就是這個地方喔 周期喔 因為上個禮拜 好像有同學喔 忘了改 記得喔 一定要把這個月 包含年喔 記得改成月或年喔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沒改的話喔 假設我沒改的話喔 假設我沒有改到月喔 按查詢喔 那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會變成這樣子 它會先110年的全部 在110年的個別的月份 在111年的全部 然後在111年的個月 那這樣呢 將來你有繪製圖表的話喔 覺得你會發現那個圖會滿亂的 我是建議喔 你如果要月你就月 如果你要年的話 就整個年喔 你不要有月又有年喔 我這邊用月喔 然後把它按查詢 資料就有了 OK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喔 我們就來 再把那個 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是把資料 產生之後喔 再把它選起來 複製 貼過去 OK 我記得是這樣 把它貼過來 那可以用 可以直接貼 或選擇性貼上喔 這樣都有了 但是如果假設 如果不希望說 這一件事情喔 我是用那個 複製貼的 我是希望呢 可以透過 所謂的 呃 程式 爬蟲 其實就是我 所謂的網路爬蟲的方式喔 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喔 先試著稍微 複習一下 然後等一下 我們基本上會 應用的就是 底下有一段 這個折線圖的下方喔 會有一段是 怎麼去抓網路資料啦 就是這一段 下載 今天的重點喔 基本上就主要是 網路爬蟲 爬那個表格資料下來 好 來畫面一些畫給各位一下喔